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无法睡 大汗淋漓 每二十几分钟就要换衣服 整晚换下十几套内衣 整晚无眠 寒超来之前 每日五十克干姜片熬汤 感觉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心脏病的症状连续几个月没有出现过 最近三天 出汗特别严重 完全没有睡眠 几个月没有出现的心率失常及心跳加速又重新出现 而且是在每天五十克姜片一直维持存在的情况下出现 现浆量已加到一百二十克 仍觉胸闷 严重倒汗 使得最重要的睡眠休息几乎彻底消失 如果再不进行紧急止汗 再持续三五天 就有性命之忧 求助张医师 您也是知名中医师 又是原始点医学的创始人 普通中医师的止汗药方 我不敢随便用 恳求帮我开移塑效止汗中药方 或许是我唯一的生路 没有人可帮我调理 只能用自制按推工具 但无法塑效止汗 而严重倒汗已经危及到了生命 所以必须最快最安全的中药方计进行止汗 让我可以睡个安稳觉 待熬过这股寒流 天气转暖后 再慢慢加强运动 倒汗已经迫在眉睫 危及生命 有心脏病的患者 连续没有睡眠 后果相当严重 请老师解答 这个看起来 这个症状我们来从头看 第一个因为寒流来 它感到非常难受 那气温低 所以它最后出现的就是倒汗现下 然后还有无法入眠 那二十几分钟就要换衣服 整夜无法入眠 这是他描述的 那很显然这个汗 因为身体失调 然后才会冒出这么多的汗 那汗是果 所有的现象看得到的都是果 那因是什么 这个一定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始点的理论 就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好 那所以体伤就要按推 那热能不足呢 就要懂得要善用外内热源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来调理的 看下一页 所以他开始 他说之前都用50克干姜片熬汤 我们知道50克的干姜片就已经是重病患者的量 那他感觉在这之前都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心脏也都是很正常的 最近三天他感觉第一个出汗严重 还有心力失常 心跳加速 好 这个就是症状出现了 他多汗 倒汗 还有很没办法安稳睡眠 再加上心脏的问题 那这样一看就知道了 那汗如果是全身身体的 那整条脊椎都要按 那尤其心脏的问题是在上背部 更要把痛点找出来才能解症 而不是只有靠热源而已 第一个 他这些症状 第一个如果体力还好 那就是轻重症 如果体力不好才是重病 这里他没有提出来 他只是强调他的症状而已 好 那我们假设 他是重病患者 那重病患者应该是以外热源为主 因为他没有特别说 有什么体力不好的 那如果这样 即使体力稍差好了 还是应该以外热源为主 喝了那么多水 然后你以为喝进去 要怎么出来 以为就是都从小便出来吗 不会从汗出来吗 所以你喝越多 比如说他以前都是50克 后来加重 来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你看他现在姜已经加到120克 然后每天喝那么多水 这些水不外就是两个途径 第一个不是从小便出来 就是从汗出来吗 要不然这些水在身体上 你怎么排除 所以有时候汗多汗少 我认为根本不是重点 然后他却说已经想要紧急止汗 那汗是果 那紧急止汗不是从果治病了吗 你不是改善体质 而是要紧急止汗 看有没有一种药能够立刻止汗 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已经等于是外求了 求一个法一种药来能够止汗 那我们也说 所有疾病不可能有一方一样 能够治病 不可能有这样的 他一定要怎么样 还要配合身体 要把因找出来 不谈因一直强调法 法的重要 哪有一种法 所以他说我是中医师 又是原始点创始人 所以他希望能够赶快开医 一个素效止汗中药方 他是这样唯一深入 那这个已经是心外求法 我看他根本观念是不清不楚的 所以真正要解决我 还是要回到我们讲的 你心脏有问题 你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头部体伤一定要按推 那心脏有问题 按推把痛点找出来按推 那这时候外热源才可以进去 你不一定要喝到那么多的姜 你可以涂姜粉里 如果没有人涂也没关系 一些电热毯或电热器 这个也可以达到温敏 然后更重要的是要运动 你运动热源才能进去 但是看得出来 你如果你是重病患者 那你只是想求一个 将量的加重来达到止汗 来解决心脏 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这已经有一点偏了 我说体伤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解开 如果没有人帮你按 也没关系 运动 你加强运动 然后像背部的问题 你可以仰卧起坐 或俯卧撑 福利挺身这一类的 就可以运动到 也不一定要有人按推 你这些动作 如果长期这样做 体力就会慢慢恢复 那体力恢复了 汗字难止 也就是你要止 最重要的是要把 真正的体伤跟热能不足 改善过来 简单讲就是把体力念好 就这样而已 那又不运动 又在求药 怎么可能 世间上没有一种药 能够有止汗的 这个我在医疗与保健都已经讲了 不只原始点没有 中药方也没有 那希望他能够明白 真正解决疾病还是要重因下手 也就是把体伤按开 如果没有人按 就加强运动 就加强运动 把筋拉松一点 拉筋 让整个背部都舒服 这个都可以 那至于热源也不一定要加到 已经加得太重了 120克开玩笑 那量那么大 然后喝的水那么多 不流一点汗 怎么可能 那不都是一直从 常常上厕所小便呢 所以这些喝那么多水一定要出来嘛 所以 加强体质才是重的 那姜的用量 我认为也是太过了 那胸闷一定要靠按推 不是靠姜来解决胸闷 来止汗 这个是有一点 对原始点我认为还是不清楚 所以我的建议 简单讲 可以含姜粉泥或吃姜丸 如果口渴才喝姜汤 这样自然水分没有那么多 再来加强运动 如果没有人按 我相信你刚刚提议的这些运动 如果能坚持下去 慢慢体质就改善 那这样 你应该就可以恢复 没有那么严重 这样就好像快挂了 没有那么严重 但也要小心 因为心脏的问题不是开玩笑 上背部一定要赶紧运动 然后再配合热源 那至于汗多汗少不是跟生命有关的 是热人有跟无才会 所以这一点请你多看上网 看看我以前讲的课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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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